在这一边呢 它Diagram是Histogram 然后它是show the number of OT 在一个工厂的工厂里面 说它那一年的 前三个月 然后在这一边它find the number of OT done by most of the worker So其实它most of the worker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它要的其实是move 然后move for group data呢 在你的课程里面是没有学到的 我们只有学到move的group move的group 就是move的group 就是10 100 101到150 学他的move的group 然后可是呢 其实我要找move的话 旧的课程里面的mx我们就有学到 就是说它这个借来这个这个借来这个 在histogram里面我们这样借了 然后再跟它 找到了之后 ok 我就 再跟它连接下来 那个就是它的move 这一边再跟它连接下来 这个就是它的move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也没有画histogram 我们也没有整个找 但是我看到它这个跟这个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正中间 所以我们的正中间的话呢 这个就非常简单 move呢 251除2 251除2 然后它会变成 125.5 所以它move是125.5 好 然后它现在问 average number of hours of 51300的worker 所以它average的话呢 其实这个代表的是min 所以这一题呢 它其实是 看你的理解 然后 如果你理解的话 它其实是不难的 然后这个是它frequency 所以这边是40 这个是10 这个是10 这个是30 这个是20 然后它的x的话呢 是 这一个 加起来除2 所以我就有50.5 加100.5 然后再除2 所以我拿到的 75.5 这个是75.5 然后我的这一个 什么 100.5 然后加150.5 然后再除2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125.5 125.5 然后 15.5 然后 225.5 然后275.5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之后你看那个 它其实是 把这个号码改掉 200.5 然后250 然后它最后拿到的答案 其实是一样 225.5 然后过后我的这一个 150.5 加 200.5 然后除以2的话 那拿到是175.5 对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有这一个 呃 什么 我们有 f 还有 x 还有fx OK 所以我的 x的话呢 在这一边是 5 75.5 然后我的f的话呢 是 10 然后 125.5 175.5 225.5 然后 275.5 10 40 10 30 20 所以我的fx 这一个我的sum of f呢 会是等于这一只加上 1234 10 OK 1234 就100 好 然后我的fx的话 那这个乘 就755 这一个是1755 然后 接着呢 我的 125.5 乘40 然后我拿到是5020 然后我有 225.5 乘以30 然后拿到是6765 6765 然后我有 275.5 乘以 二旋 然后我拿到是5510 所以是5510 然后这一节我把它加起来 755加5020 加 1755 加 6765 加5510 对 6765 5510 所以是 19805 所以19805 OK 这个是我的sum of f OK 近位1 然后 20 近位2 然后 4728 近位2 然后 19 850 对 所以我要找它的min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的average呢 就会是等于 sum of f x over sum of f 所以它是19805 除以110 所以在这一边 除110 然后它拿到的会是等于180.05 180.05 180.05 OK 所以是180.05 hours OK 所以 所以 这一个自答案 啊 嗯